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飞机上的导航仪器偷走了 凭着一个罗盘 手控对讲机 还有他老念的技术 他还是上路了 当瓦特遇到一个很厚的云层的时候 他的罗盘突然就乱转 失去了方向 他企图飞得很低 可以看见地面的识别物 但是只见到一片茫茫的大海 根本无法认清他在哪里 他晓得他是遗失 所以他就呼叫求救的讯息 由一架海防巡逻机 接到了他的信号 企图帮助他在六里远的一个飞机场 紧急地降落 但是飞机的燃油 很快就减少 引擎终于停止旋转 那是晚上的八点钟左右 天色已暗 他只能够让飞机滑行 落到海水中 瓦特从强烈的碰撞中逃生 离开了快速沉入海中的飞机 只靠着一个漏气的救生衣 漂浮在海面上 他的头上受到了刮伤 还流着血 他只好仰卧着 突然他觉得 有一样硬的东西 创着他的身体 原来是一只鲨鱼 发现了他 他用脚踢着那靠近他的鲨鱼 他怀疑自己是否能够逃过这一夜 然而就凭着他的毅力 他挣扎地漂浮在海上十个小时 当天色渐明后 他还是没有看见任何飞机的影子 倒是看见鲨鱼的鱼挤在他周围环绕着 他可以感觉到鲨鱼来碰它 而且不止一只的出现 他只能够用脚踢它们 不让它们靠近 到后来 他几乎密气衰竭 不得不放弃 就在那时候 突然他听见飞机引擎的声音 差不多在半离远的天空 他用谨慎的力气 尽量地挥动着橘红色的救生衣 终于救生机的驾驶员发现了他 就投下一罐的烟雾弹 确定他的位置 然后通知海防队的巡逻艇 差不多在离出世地点的十二分钟远的地方 那救生艇就赶来 当飞行员在呼叫的时候说 快一点 这个生还者四边都是鲨鱼人 几分钟后 瓦特被救上船 跪在甲板上 感谢上帝 我们生活在世上 有时候就像落在茫茫的大海中 失去了方向 靠着自己的努力 我们越来越失望 我们的灵魂需要被拯救 耶稣基督就是寻找我们的救生队 他能够拯救我们 只要我们肯回应他的讯号 如果我们拒绝 那我们只能成为在永远的黑暗中 愿神帮助我们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